最新一期的不可思议的妈妈,何杰和蔡少芬对各自的孩子进行了安全测试,那就是把孩子独自留在屋内的时候,孩子是否会在陌生人的诱导下开门。 这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,每年都会因此另情况出现儿童被拐的现象。 在测试开始前,何杰对自己的儿子七宝千丁万嘱咐,不要给陌生人开门,不要吃陌生人给的食物。 交代完七宝以后,何杰就来到了监控室,静观孩子的表现。 当工作人员上前敲门的时候,何杰还一脸戴定自信地表示,儿子不会给陌生人开门。 但事实却是无情打脸,独自一人留在屋内的七宝,对于陌生人的敲门,几乎没有思考,把妈妈的叮嘱全然抛在了脑后,妈底子给陌生人开了门。 这让上一秒还自信满满的和谐惊大了嘴,很快的七宝被陌生人的糖果、玩具等礼物打动,进而进入陌生人的圈套。 当陌生人说需要妈妈的东西的时候,七宝很随意的便答应了,对于儿子这样轻松的就被陌生人诱骗到,宝妈和姐感到很惊讶,同时很心痛,也为儿子的这种习惯感到担忧。 最终在工作人员原型毕露的情况下,杨妍要拿走七宝的风扇、拥护,还有妈妈的东西吃,七宝哭得很伤心。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,如果孩子独自一人在家,轻易地给陌生人打开房门,所遭受的结果是远不止如此的。 金泽家财被盗,重则孩子被管,甚至人身安全也会遭到威胁。 相比较而言,蔡少芬的两个女儿,表现得要好得多。 蔡少芬在出门前叮嘱了两个孩子,只有妈妈唱小兔子乖乖的口号,才可以开门。 其他人都不行,工作人员只出浑身解数,处儿和姓都谨记妈妈的话,没有给陌生人开门。 妹妹更是霸气拒绝,索性关上了门。 但把秘书倒是在陌生人把东西留下走后,姐妹俩悄悄地打开了房门,把礼物都拿进了屋内。 这样做的姐妹也被妈妈叫声了一顿,因为如果陌生人假装离开再折罚,这样把门打开,对于两个孩子而言仍然很危险。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家长都忽略了对孩子的安全教育,以为孩子不会轻易地受到诱惑,但是往往年幼的孩子都抵挡不了藏果,玩具等物品的诱惑。 一旦孩子给陌生人开门,就会出现很多令人痛心的事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